中和庄的八景之一 新北市立章和國中校長何文慶 以及學校老師 在中和庄文史研究協會理事長 黃正瑞的帶領下 來到中和福和宮附近 進行文化巡禮 探訪中和歷史 理事長黃正瑞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參加的老師成為文化種子 傳承地方文化 現在來參加的人都是學校的老師 為什麼呢 他們希望成為一個中和文化的種子 能夠透過今天的認識 我要去訪了解 這邊的地方歷史故事的時候 那歷史記憶呢 能夠呈現出來 那麼他們回去的時候 回到學校的時候 能夠教導學生 認識中和的過去的歷史 章和國中校長何文慶表示 學校發展環境教育特色課程 其中一部分 就是和地方文史做結合 這一次走訪中和老街 為的就是尋找課本 沒有教的歷史 並且要把這些所見所聞 帶回去給學生 這個課程裡面 就有一部分是跟家庭 跟地方文史做結合 他們希望透過課程的發展 連結我們地方文史 讓孩子們能夠了解到 地方發展的過程 讓這個文史可以傳承 今年在會考完之後 我們會帶著國三的孩子 然後讓他們走出校園 然後到戶外來踏查 然後首先就是要認識自己的家 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 透過貫草老街以及地方宮廟 學校老師得到寶貴的經驗 未來也將帶領學生走出校外 讓他們更加了解自己的家鄉 發展人文精神 中家新聞劉凡剛李嘉豪綜合報導